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十局金解 我是段荣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 阿尔法维奇自战对局的第八局 在前七局当中 白旗取得了非常高的胜率 所以看来 对于人工智能来说 七幕半的大天幕 这个负担也是蛮重的 一般来说 好像阿尔法维奇设定了一个 百分之四十七八的直黑的胜率 白旗起始的胜率就要高一些 但从实战看来 可能黑旗要想达到百分之四十七 或者四十八 还是蛮困难的 好 我们进入到棋谱 第一招仍然是腥味 阿尔法维奇虽然很喜欢点三三 但是呢 他也不怕被对方点三三 他腥味下的也是相当多 二肩跳手脚 二肩跳手脚 在阿尔法维奇的这个棋谱里面 二肩跳或者大飞 他这样的手脚多肩一些 他喜欢手的大一点 他可能觉得这样手 太窄太小 白旗将来很容易限制他 二肩跳 当然二肩跳也有他 也有他不利的一面 白旗将来要在脚里头做文章 要活的话就更容易一些 好 招牌动作 点三三 在有这个 这是在阿尔法维奇 进化到点三三这一招之前呢 人类的下法一般是分头 或者是在这一带两边挂脚 直接进入三三 黑旗挡这边是很自然的 因为这边是黑旗的宽广的一面 发展方向 好 飞 顶 这在阿尔法来说是一个 类似于基本定式的东西 很多盘器当中都出现了 这个新 拆 黑旗拖先了 拖先拆这个大厂 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要点 黑旗站了之后 黑旗这一边很宽广 将来发展空间很大 如果在上边落后手 那么这一代被白旗分头的话 白旗在这一代分头 这样的话 黑旗这个外式 容易落空 外式如果有拆边的配合 这样的话 黑旗发展潜力大 一旦被白旗分头的话 这个外式的作用 锐减 所以它抢先 占这个点 那么白旗小飞 小飞 限制黑旗 这个外式继续扩张 这个点如果被黑旗挂过来的话 黑的整个模样 就更加宽广 就更加宽广 下飞 尖冲一下 白旗贴 之后黑旗拖先了 尖冲一下 究竟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个 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这走一下和不走 到底区别有多大 区别在哪里 也确实是一个 值得研究的问题 黑旗同样是 反正是左右互搏 你点我三三 我也点你的 白旗同样挡这边 现在上边的价值 明显要小一些 所以白旗挡这个方向 要发展这边 这也是 很好理解的思路 上边已经比较扁 由于有这两个子的存在 黑的旁 这边呢 白旗没有飞而是长的 长 黑的如果飞的话 白旗也一定是拖先 走这边的大城 简明取一个先手 现在在上边 如果再落后手 被黑旗分头 那就更不值得了 而黑旗也是紧凑的 爬 搬一下 一起搬 白旗呢 有样学样 你拖先占大厂 我也一样 我也占一个 稍微有一点左右同行的味道 不同之处呢 是 白旗走得比较结实 这个子在三路 这个脚也守的是 小飞手脚 比较扎实 黑旗呢 拆二 走在四路 黑旗 更高调一点 好 三路的弱点呢 是黑旗往上边掉的时候 白旗就被限制在 比较低的位置 这种空呢 是没什么好围的 围这个这里 增加个十目其左右 本身价值就不大 黑旗掉一下 可以视作先手便宜了 再跳一跳 黑旗这一带很广阔 将来黑的一般界 还有加进来的味道 这空围的很难受 所以白旗绝对不肯跟着硬 跟着硬的话 就走在小 狭小的地方 而白旗是斑 斑这个 这一斑呢 可以说对整个中府 还是有巨大的影响力 我们把这换个黑子的话 就可以 就可以看出来 隐隐约约 黑旗中府 潜力很大 但多了这一般 就大不一样 一起飞下去 白的走得很冷静 二路飞过 他觉得你这飞一下 也没什么 我就 确保自己安全 飞过就可以了 可以的 搬 挡住 搬了这个 它的 应该说连贯动作的话 应该是搬下来 如果黑旗不是想搬下去的话 这个搬应该说没有看到什么意义 但现在如果黑旗搬这个 白旗打 再打 白旗打白一子 黑旗这边 针子呢 还不利 针还针不掉 即使能针掉 这还有加进来的问题 这边的控算 现在还针不掉 大致只能在这一带补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上边本身价值是比较小的地方 白的比方说就这么 就这么简单的 送你一个紫赤 然后在上边打一下 你如果沾上的话 打了 白旗搬进去 关紫 还有所得 如果提掉的话 黑旗在上边画一首旗 显得很不值的 被白旗这样照过来的话 黑旗很被动 所以黑旗 这般一个 它的意图显然不是连搬下去 搬完了之后呢 黑旗也没有继续走 而是断打 断打在这里 这不知道黑旗 计算到什么变化 跟这个先搬一下有关 也有可能性 就是说将来 形成某种变化的时候 黑旗再想搬的时候 白旗不一定挡 白旗把旗子走到这边 算是拖线 但是半一个也存在将来 被打拔了之后 黑旗亏损的可能性 黑的断打 白旗长 爬一下是要点 白旗呢 这得长 长出来 不知道黑旗这个 搬一下 预见到了什么 也许预见到 白旗如果在这边补一手 假设白旗在这边补一手 黑旗这搬了一下之后 可以顺顺当当的搬下去 进攻白旗这三颗了 而如果你不搬的话 你是搬不下去 被白旗吃掉 退的话呢 这个力度就差多了 现在再来搬 白旗很有可能就 不挡了 把这三个字连回来 但是呢 这只是黑方的如意算盘 白旗在这边呢 它是这么下的 搬 这当然要挡住 白旗在一虎 黑旗实战的是打 这个地方打一个 还是价值相当大的 如果不打 被白旗搬了的话 假如黑旗立 白旗拐还是先锁 拐一个还是先锁 如果你爬的话 这被打拔了 依然还是很难受 这地方 这地方事关 很大的木树和厚薄的问题 所以黑旗还是 还是在这里打了一手 那么黑旗打了之后 白旗就等于 这地方可以 视作白旗先锁联络 暂时黑的是 没有什么严厉手段 先锁联络之后 白旗断打 好了 白旗说 你这里敢断 我也可以断 反正都是阿发狗 谁也不怕谁 再压 再压 黑的如果长的 白旗一通压过来 这个黑旗 黑旗被压在价值低的地方 黑旗拐 黑的拐 下一手 白旗如果在脚上走的 这个扳 这一扳白旗受不了 这绝对是要对 所以白旗跳 好 白旗跳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如果是当初黑旗没扳的话 如果当初黑旗没扳 白旗也来这么断 压 黑旗拐下去 这个力度 就不一样 白的还是跳的话 吃掉这颗子 黑旗吃掉这颗子 对白旗脚上的压力不一样 黑的 现在斑了一下 如果你还是吃这个 白的一打 然后打拔 这个打拔一子 和斑毡有非常大的区别 斑毡虽然也是先手 但是脚上还没活干 脚上还没活呢 而打拔就活干净 显而易见 这差别很大 也就是说 黑旗现在如果打拔这个子 白旗把外边打拔了 黑旗再补一手 那么白旗 就简单虎吧 简单的虎两下 比黑旗做活 这样的话 感觉白的还是比较主动 哪怕就简单的跳一跳 白的已经走好了 黑旗还是孤起 那么在整个上边 黑旗先动手 先断打的话 下成这样 黑的走出一块孤起 而白旗已经安定了 这黑旗是不能满意的 所以白旗这一段打完压过来 实际上抓住了黑旗 先搬一下它的亏损的一面 那么黑旗粘上 这个子不肯被打拔 所以粘上 白旗虎 白的虎了之后 黑旗这三个子也不好逃 如果是这样跳出来的话 白旗冲 断掉 冲断 你吃的话 我就吃你三子 黑旗不好办 顶这个也不行 顶这个的话白旗拐吃 黑的也是逃不出去 所以黑旗是顶 黑旗顶 白旗要是想逃这三个 那么黑旗就顺顺 顺势就逃出来了 白旗虎 牢牢吃住这三个子 这三个是旗径 白旗虎这个是对 那么黑旗现在如果搬死这三个的话 白旗在这边打路 这一带打路 这样的话我们对比一下 左右的话是差不多的 一人吃了三个子 黑旗只是牧树上略微的 这里打到一下 牧树上有微弱的差别 左右差不多 但是 白旗这几个子虽然走在二路 但它安定了 这被打路的话 反倒黑旗这块还是一个负担 不止围不当空 而且还是一个负担 明显黑旗先动手的地方 还是没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被白旗好像反客为主 白旗很主动的样子 所以这旗看起来 黑旗要么不搬这个 要搬了这个的话 是不是这个不要打了 还是要连搬下去 总之被白旗断打之后 黑旗有点被动 黑旗这时候没有搬 反而是搬这个 护住这块 这相当 价值相当大的一手 白旗拐 给它长 那么你不走 我当然要拐下去 白旗拐 黑旗在这走呢 也没劲 长的话毫无意义 白旗就拐过就可以 如果这样下的话呢 白的就简单跳出来 渡过也就是点小关子 没多大意思 所以黑旗大局为重 拐 拐一个是绝对的要点 黑旗这边扩张起来了 同时紧白旗一气的话 将来再动起 动起手来 肯定会有所不同 那么白旗不干净 一般 白旗搬住上边 总体的感觉呢 还是 上边还是有一种 白旗得分的感觉 白二发狗得分 因为黑的主动来挑战 断打 结果现在上边一片 全是白旗的空 黑旗只是得到了这个拐头而已 总觉得 黑旗这个挑战并不成功 刺 刺一下 要求先手便宜一下 接住的话呢 黑旗反正刺一下总好的 将来这个体也成绝对先手了 刺一下对中斧的眼味也 只有好处没坏处 而二发的旗呢 对方来先手便宜的时候 它是绝对不肯轻易的就听话 它不是一个很听话的 这种风格 它能反击就反击 下一步棋很有意思 点在这里 那么打入这块空 是我们大家都很容易想到的 但是一般人类的习惯 大概打在这种地方 这里要跳 这里要拆衣 这要飞进去 打在这一类的地方 点呢 在很多时候有一种撞墙的感觉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白旗走在这儿 还是挺有道理的 黑旗这里已经 扳长了一手 又拐了一手 加上前面的这扳毡 非常的厚 这非常的厚 那么它 白旗点在这儿 也符合这个 黑旗既然已经厚了 让它更厚一点的旗里 所以不存在撞墙的问题 走这儿的话 黑旗坚定 白旗在这儿 坐眼的空间反而小了一个 走在这里 然后再贴 我们看它这个打入的方式 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黑的如果从这边走 那么白旗简单尝一尝 你要贴 那么你顺着就把我送走了 要是不贴 我再拐一拐 黑旗非常难受 这块空一下就变得很小 所以黑旗搬依然是要点 搬这二子头是要点 那白旗先搬二路 再搬这个头 这时候黑旗没法断 断被白旗一接 这要吃 这要断 这黑旗断点太多 这黑旗不行 那么黑的如果打拔的话 白旗大概就这么打一下 反正黑的这已经这么厚了 让你再厚一点 甚至显得有点重复 白旗这轻飘飘的几个子 你再吃它 任何一个子 都是可以舍弃的 也许白旗在这一带 再来借敬 在这这活旗 黑旗这走得再厚 也没有太大用处 也只是围着几目旗而已 所以它就这么贴着黑旗走 也有很好的效果 让黑旗厚上加厚 好 黑的一看呢 这地方怎么走也不合适 打拔或者断 也都不太满意 走其他的呢 比如说 这形状也不好走 沾上的话又有点 本身就有点难受 白旗哪怕就 哪怕就最朴实的虎一个 这个打入也可以说成功 常在这儿呢 将来被沾上的时候 这还有加进去更难受 不好走 黑旗走不好的地方不走脱先了 脱先 黑旗在这边的手段也是 也是很细腻 也是很有看点的 黑旗先点这个 那白旗当然要贴了 当然要压住 黑旗再重 大家注意这个手法 如果黑旗单重 白旗这地方是可以度过的 局部能度过 至少说有度过的可能性 黑的如果加这个的话呢 这局部白旗兼点 这等于将来有可能跟黑旗打结 是一个打结杀 而黑旗如果现在点的话 白旗挤这个是先说 这两个字 黑旗如果不让吃的话 这边一压 这点根本就不成立 所以黑旗先点 白旗贴了之后 黑旗再冲 这时候就 白旗度不了了 度被黑旗横顶 什么旗都没有了 所以先点再冲这个次序 也是下得非常的 精确 下得很好 下得很精确 好 左边白旗不好动 白旗在右边动手 拖 这个无油脚的时候 拖这部旗是很常见的 在这个大飞脚 或者说是拆二的脚呢 这就很少见 因为总觉得这很虚 有种种手段 拖一个把黑旗撞实了 但是在这个局面的话 因为白旗还是需要处理这块 拖在这儿 对处理这块 它是有很大帮助的 黑的如果拌里面 那么白旗可能就这么长一长 这个断点你要补 你补上的话 白的比方说就 如果我就简单定型 哪怕就这么走一走 这也活了很大的一块 马上这长线手眼见着实木旗 就活出来了 白旗还是很舒服的 所以在这个场合 白旗拖在这儿 也是很不错的一束旗 一起拌 白旗扭断 这是常用手法 黑的如果吃这个的话 白的上边先打 在下边再打 然后呢 简单粘上 再把这个粘上 虎上也可以 走成这样白旗就很舒服的 已经活了 那么先手把这块安定下来 这白旗是很愉快 那黑旗不肯 黑旗不肯 所以断然是反击 藏在这儿 藏在这儿 那这时候白旗下得也很强 它是藏进来 如果白旗是这一类的手段的话 那黑旗可能就冷静退一步 白旗这边靠段还是相当损的 虽然这里靠了 有点收获 但也只是皮毛 这几个子 依然还是白旗的一个心头之患 白旗藏进来 下得很强 黑的贴 那么这时候 因为白旗这里 这一带有先手 虎这一带虎都是先手 这个段黑旗受不了 这一段黑旗那边控全没了 所以在这作战 白旗是可以一站的 黑旗贴 白旗斑 然后虎这个 如果黑旗补 那么白旗把这个一段 白旗脚上虽然损失了一点 但是那边得到的显然更多 所以黑的这边必须得补 白的倒虎 倒虎在这里 我们看到黑旗这两个字 只有四口气 白旗藏先手的话 它只有四口气 白旗脚上呢 怎么也有五口气的样子 所以说 黑旗杀气也杀不过 那么黑旗选择的是跳架 跳架 白旗冲出来 黑的回击 其实也就跟打了贴一样 白的不能再长 再长的话 黑旗沾上 这黑旗已经长成五口气了 这地方把白旗给点死 所以白旗叫吃 黑旗尖顶 黑的一尖顶 形成一个转换 白旗转到脚上来 把黑旗的脚破了 而且白的还吃了 差不多石木旗 而黑旗呢 把白旗边上吃掉 总的来说 这种感觉的话呢 白旗等于换一种方式 通过转换的方式也把这块处理好 白旗把一个负担扔掉 转到脚上来 扎扎实实的吃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木树 把黑旗的脚给破了 也等于把这块 把一个一块枯旗吧 彻底的处理好 这旗进行到现在感觉 白旗还是比较顺畅 整个白旗比较流畅 这个在整个战斗当中 在整个战斗当中 双方也都不乏 确实双方不乏精彩的招法 像白旗在左 黑旗在左边的点弯再冲 然后白旗在右边 白旗在右边 这个右边这一带的点贴斑 包括后来的托 这一带打入的各种 腾挪的手法 白旗在右边 腾挪的手法 黑旗这左边的一点一冲 这个都是非常精彩 确实的 双方这个体现了 相当高的水平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黑旗顶把白旗这块吃了 那白旗横顶 横顶一个也相当大 横顶完这块白旗就比较强 而且下一步要度过 白旗度过之后 黑旗这几个子还没走好 黑的如果在这走一手 那白旗先手便宜了之后 这个靠起来围空 这黑旗吃不消 这一下围起这么大一块 那从实地上来说 黑旗根本就没有办法跟白旗抗衡 所以黑旗不能跟着硬 而是脱 要把这块白旗破掉 那么白旗外搬 搬里面呢 有点委屈被黑旗一退 还得立 这一般太大 你还得立的话 被黑旗一拆 这个黑旗很舒服 不止活了 还有进攻白旗这块的意味 所以当然是搬外 还得一立 这时候这种连搬的手法 就不成立了 被白旗断打完直接爆死 单立 拆的长一下 先手打持 断掉 这时候白旗挡住是当然的一手 然后一起搬 好 黑旗搬在这 这时候呢 白旗是拖先了 白旗拖先 把这个度过 拖先度过 这个时候白旗如果是来杀黑旗的脚的话 当然是能杀的 不管是这样简单加一下 或者是直接断掉也没有问题 肯定是能杀黑旗的脚 不过呢 白旗也有所顾忌 这个的话黑旗可能还有什么斑的变化 斑完 一通滚包之后这一打 白旗被吃了 所以白旗杀在这比较稳妥 加在这里 那么黑旗同样是一段打 虎仙手 脚上有不少的气 之后呢 在这一代 黑旗就有各种借用的可能性 比如说黑旗 找发激烈一点的话 靠这个 也就是说 你不能被我 这里多两个子这一场 是要吃死这两个 白旗如果跟黑旗纠缠的话 比如说 黑旗翻打 再一场 白旗被吃掉 不能随便 不能跟黑旗做过多的纠缠 而如果你要补进这一边 那么 黑旗还是有收获 脚虽然死了 但是这边 把白旗给避下去了 等于也是 白旗肯定需要去后手做活 那么黑旗等于也是 先手就把白旗边上的空给破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白旗并没有去杀黑旗的脚 没有去 可以说 没有去贪小利杀黑旗的脚 没有被黑旗所骗 而是把这个渡过 渡过 渡过之后 黑旗提了一手 下一手白旗下得非常冷静 牢牢地沾上 这不沾 很有味道 可以说 把白旗抵挡住了杀黑旗的脚的诱惑 而是把自己默默地下后 黑旗的脚活得很大的 尖在这活得挺大 但是白旗判断 我就这样下 这是胜率最高的下方 这个地方 也是体现了 体现了怎么说呢 人工智能 这个阿尔法为其他强的一面 人类下棋 说不定就是明知 你有各种借用 我也忍不住诱惑 我要去杀你 默默地沾上 非常的冷静 这局势控制得相当的好 点一下 黑灯往外爬 白旗拐一个 断这个被黑旗一贴 断这个价值不如贴打 斑的话 真子不利 黑旗有断 拐一个 非常扎实 黑旗接住 白旗再拐 实际上刚才 斑也应该也是可行的 断的话 白旗就长 没什么了不起 白旗下的无比的厚 无比厚实 再拐 这是先手 黑旗需要补活 然后白旗把这个沾上 这边放黑旗活了 活得还不小 但是白旗走得巨厚 而且将来留下劫财 我杀这块的劫财留下 那么留下劫财的话 黑旗这个就不敢轻易地 扔进来 白旗这边断有劫财 脚上有劫财 这个打劫吃这五个 黑旗就不敢轻易动手了 毕竟被提过去的话 黑旗自己还有问题 好 那么白旗连上了 黑旗这几个字就变弱 需要处理 中间飘一个 中复飘一个 这个 也是一个很合适的选点 如果太靠近这边 被白旗当头一震 那就苦了 走这个白旗如果来断的话 黑旗大不了 就这么走一走 隐隐约约这边还能涨一些 白旗吃不了多少东西 白旗下得非常的 非常的厚 非常扎实 跟这边的手法有点像 牢牢的粘住 一个一个走 这个也是杜绝你所有的借用 如果不走这步棋 如果不走这步 黑的上边加一加之类的 中间眼位甚至木树都有可能增长 或者跳一跳 虎一个 就盯着黑旗的弱点 黑旗这里显然是被白旗这么点过来断掉 还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需要补齐 飞 联络 黑旗谋求联络 白旗攻一攻 黑的连上 跳 这个白旗这样简单的供给箱 一来这里有虎段 这里有几段的可能性 黑旗其实还是嵌着不少木树的 这一几如果这个结不存在的话 这一几段一下就吃很多 黑的脱线了 也是属于走不好的地方也不走 脱线拆个二 拆个二呢 下一步这样凉过来 这一块还是很可观 所以白旗掉 还是有点瞄着这块的意思 同时呢也破 破黑旗这里的潜力 虎一手 虎一个是好行 跳 黑旗点刺 这地方不走 如果被白旗刺过来 黑旗就难过了 刺成一个鱼形 这边还显薄 黑的先刺一下 白的如果沾了黑旗已经便宜了 这时候白旗靠 阿尔法围棋蛮擅长这种贴身作战 动不动靠你一下 靠得你浑身是发麻 黑旗半 反半 断打 长 再打 贴住 黑旗这硬的也很紧凑 如果黑旗硬的松缓一点 白旗靠完 你如果就这么退一个 白旗等于就先手处理 先手处理这边 比如说这样的旗 如果你往回退 白旗可能就直接攻过去 所以黑旗 黑旗下得也很紧凑 它不让白旗轻易地脱身 吃这个子呢没有意义 被黑旗冲 它只是一个假眼 没有价值 刺一下 靠 这个 这也是七星的要点 白旗 顶回去 黑旗再沾上 这样的话最起码这个极端的毛病 黑旗是 不太怕 应该不太怕 这一挡白旗受不了 气太紧了 挡过去 然后这一冲 完了之后 这个铺结变得 这一下铺了要吃白旗整块 对白旗来说太恐怖了 挑一个 连上 把这块连回家 一起接住 还瞄着这家出来一些味道 白旗刮一手 白旗刮一手 刮一手 现在这个挤成为很现实的问题 刺 刺在这里 如果你单纯的补的话呢 白旗就攻过来 在这里带攻过来 还是蛮严厉的 黑旗刺在这儿 现在白旗如果挤 断 黑的这一袋 有先手 这个 白旗也要 也要担心自己的 联络问题 如果被黑旗 有可能借用一下 然后把这块卷进去 白的走得非常扎实 定一个回来 从这白旗这部病的招法看来 肯定白旗判断 现在已经在胜率上占有 占有一定的优势 那么下一步 已几段太大了 黑旗当然要虎 白旗再刺 把这块的眼位都护住 不给黑旗任何反扑的机会 挡下去 挡下去 这个呢 黑的当然不能被 白的不能被黑旗爬过 这得吃掉 黑旗长 这有倒铺 还是防这个脊端 白旗从这一袋出来 出来 削一削黑旗中斧的潜力 瞄着这块的薄位 为了贴一下 先手把这两个字吃住了 然后往回连 往回联络 白的断掉 这个石头木旗 牢牢的吃住 黑旗粘一个 粘一个是比较微妙的地方 这地方呢本来是没有断点 白旗不管怎么挤 你总不能 总是断不进来 断进来被扑死 没有断点的地方 黑旗也粘一个 因为 如果不粘的话 白旗将来这个 打吃是先手 打吃的话 大致 打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成这样 黑旗需要在这补一手 那么 黑旗期待呢 我粘 我看看你硬手 你如果粘上 那么将来你这一下是打不到了 你打我不会粘 这个价值太小了 而如果你现在也印在这反打的话呢 黑旗不是粘这个 黑旗要反打这个 然后 这打吃先手 黑旗把这个 白旗给截留了 所以 这很细腻的地方 不想让白旗这个成为先手 所以黑旗这粘一下 那白旗现在粘这个的话 黑旗可以看成已经 黑旗先手便宜了 白旗判断这 四到五 历收五目左右 白旗觉得 不要也罢 我在这 依然是非常厚实的补助 那黑旗 先手铺掉 再一团 也算幕术上有所收获 这时候白旗靠出来 靠出来 黑的呢脱纤了 搬这个 黑旗觉得 这可能走不出什么幕术来 黑的如果冲的话 白旗 有可能就顺个调子粘上 这靠一下 它等于把黑旗走中了 将来冲起来 比较有力 黑旗觉得这里 幕术不大 搬这个 白旗搬 黑旗 这下的挺有意思 等白旗靠 靠了扳了之后 它再反冲过来 那么白旗既然扳了 这当然是想断打 总要让这个子发挥作用 然后黑旗 击打 白旗踢的时候 黑旗再打 这样下 把这两个子吃住 白旗粘上呢 觉得有点 稍微有点 无趣的感觉 而且黑的拐 你要连的话 这边还 联络是不是那么通畅 还是一个问题 白旗从这打过来 从这打过来 形成一个打结了 黑旗也不能随便跑 跑的话被白旗直接 一路贴过去 你虽然能解决这边 但是这块死掉 一起踢 那么白旗找结材 提回来 粘一个是结材 白旗挡住 这一张呢 白旗彻底安心了 本来毕竟 还残留这个铺的手段 白旗多多少少 虽然说结材有利 但是这局势是会变化的 走着走着 如果你因为打这个结 把这结材 就给 都废掉了的话 那这也是白旗的一个隐患 但现在呢 黑旗也不好找结 黑旗也没 结材也有限 为了粘掉呢 被白旗打在这儿 白旗就彻底安心 这个铺没有意义了 哪怕白旗 你有一天打不过 它接上 也无所谓 这已经没齐了 踢过去 站上 补活 铺一个造计 踢回去 白的能贴 贴这个 这时候黑旗 这块需要走旗 如果黑旗消洁 白旗就 简单的笨沾 黑的全部就 死掉 这里只有一个眼 所以呢 黑的需要 做眼 补活 带的踢回来 踢回来之后 黑旗这截 眼睛是打不过了 再打的话 这里是结材 这里打吃是结材 但是呢 白旗也有结材 白旗比方说 打吃是结材 再封住也是 也是结材 这个 黑旗 应该说 结材不利 白旗这里还有 黑旗把这个封上 打着打着 这截就越来越轻了 对双方来说都轻了 黑旗提 白旗就算打不过 白旗粘上 关系也不是很大 黑旗把这个 围住 把空围住 那么 白旗这时候 并没有粘截 并没有粘截 断这个 断这个 问黑旗一下印手 麻黑旗一下 黑的如果吃的话 白的这 有着两打的先手的话 有着两打的先手 我们可以看到 等于 白旗粘这个几乎也是先手 下一手粘进去 木树太大 黑旗得补一手 断黑旗如果吃掉的话 白旗粘这个 成为先手 黑旗得补一个 不在这 白旗还要贴一贴 将来 还有一些味道 而黑的如果 杀在别的地方 比如说杀在这 那么白旗这个地方 又留下 又留下若干的结材 白的就未必沾这个 也许 也许去抢一个其他的 打官子什么的 断一下 问黑旗印手 黑的是 打吃在这里 打吃在这个地方 那么 白旗先打一下 黑的沾上 白的沾上 白旗 这两个 这两部漆 交换一下 无中生有的 在黑旗的 空里面 就留下了 至少是留下了 若干的结材 留下了很坏的味道 黑的如果补的话 就还原我们刚才说的问题 白旗先手把这个 先手把这个 结给沾上了 黑旗现在如果补一个 白旗收惯 黑旗 一定是判断这样下是不够 所以 黑的没补 抢官子 那么这里面 我们看看 究竟有没有旗 打吃 打吃这个 黑旗 力杀 力是一个破眼的要点 否则被白旗 走其他的也不好杀 被白旗提在这儿的眼型已经很丰富了 力杀 白的先断打一下 提掉 虎 虎一个是弹性很足的 一个旗型 弹性很足 黑旗要想进杀呢 刺这个是要点 白旗如果吃呢 当然吃进去再铺 这个白旗没有什么眼味 白的得介绍 黑旗这两点是进杀白旗的要点 不过呢 这旗黑的 如果这样走的话 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旗还有团的问题 如果团这个 黑旗也不好杀白旗 打吃的话白旗依然是这样打劫 如果黑旗刺完 再走在这里 再走在这里 那么白旗不管是粘也好 或者是保留这个先手也好 我们可以看到白旗把这个粘上 比如说 就这样 黑旗这个 白旗贴过去 黑旗得补活 那白旗再把这个补上 让黑旗收气 只怕黑旗也吃不消 可能还不只是收气吃的问题 这是这个很有可能形成双活 甚至 谁杀谁都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黑旗自身 自身是有一定缺陷 黑的不敢这么点着啥 而是打吃 要把这个旗金吃住 这样白旗如果粘的话呢 黑的再像刚才那样 黑旗连上了 这就没有问题 但是呢 白旗挡住 这下黑旗麻烦 点刺这个依然是 依然是这个杀旗的要点 白旗打吃 立下 按正常的下法 黑旗现在当然要补旗了 补一手 但是呢 这个字没有 刚才把变化图的时候摆上 补一手的话 白旗来先手收官 黑旗判断这旗是不行了 所以 黑的 黑的是 下的是买拼的 黑旗走这个 黑旗就当这个结不存在 反正 我就收官子 走这个呢也有制造结材的意思 提回去 黑的挖一个找个结提回去 之后呢白旗往上一贴 很舒服 黑的粘住 他都不是提在这的粘住 一目不让 提掉 打吃 提回 断一下 这个拾木器肯定也不能给 提回 断 白旗飞 甚至连飞这个都可以当做结材 黑旗在这硬了一步 黑旗这个拼的也是够凶的 反正什么时候黑旗补回去 就空不够 所以它 当你不存在 这样拼呢应该是 显然 有点无理 但是在 阿尔法的系统里面 它肯定觉得 不这样拼的胜率肯定更低 点在这 这先手一段也有很大的目数 它是粘上 铺 扑 扑 扑 爬 不让肚 尖底 还是不让肚 提回来 大吃 提掉 再提回去 打刺 打到这的时候黑旗并没有提 提的话白旗提过来 黑旗恐怕是这劫财是越来越找不着了 黑旗顶一个大致是制造劫财的意思 那么白旗提回来 白旗提回来 很显然黑旗这旗很麻烦 白旗回提之后 这个地方白旗马上就要活了 好 这旗后面还进行了两步 但是呢 很显然这旗白旗提回继续之后 黑旗已经难以为继了 这盘旗双方在中盘站当中 还是表现得相当精彩 这一局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